最近,李亚鹏被指控欠下4000万的事又有了新话题 案件开庭再审,此前被法院限制高消费的他 竟然被发现已经注销户籍了 户口从原本的大陆改成了香港 他钻控子用了一个在大陆无效的身份信息 也正是由于李亚鹏用了一个注销的身份 导致审判无限期拖延 这样一来,法院根本无法把李亚鹏列入老赖名单 目前这已经是案件第三次开庭了 新闻爆出以后,不少网友表示 李亚鹏看着像个老实人,可干的不是老实事啊 这招经缠脱壳,也实在太有心机了 说起李亚鹏可谓是娱乐圈的恋爱达人 女友肖亚轩,男生就是李亚鹏了吧 约会有什么好丢脸,但是我觉得嫉妒别人 有恋爱的人比较丢脸,是不是 那我的恋爱秘籍啊,其实没有什么 我就是天赋一饼 一段时间李亚鹏刚刚曝光的女友 比他小了整整16岁 是一位少数民族的选美冠军 90后的遗族姑娘,名字很特别 是一位少数民族姑娘,名字很特别 第61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的冠军 也得了最佳上镜奖 之前也有进演艺圈演过戏 在胡杨的夏天,当我遇见你里面打过酱油 胡杨? 你现在算是梦想成真了 连名字都活结了 Lady,那 好听吗? 来,帮我拉一下 这不合适吧 张老,你说没见过 比较好笑的是,同一天 媒体还报道了李亚鹏另一个女友的消息 这一位呢,叫做Susi 从去年开始,经常被拍到 跟李亚鹏一起出行 有网友偶遇 他俩出没在房产中介附近 可能已经在看房了 据悉,她是一位模特乐队主唱 有海外留学背景 喜欢搞一点线下爵士演唱会 网友在街上拍下她的视频 表示李亚鹏喜欢的还是爱唱歌的女人呀 朋友们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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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有很多人 我从来知道的 我认为自己 有很多人 我认为自己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回顾一下 之前李亚鹏的数位女友 曲颖周迅王妃 一个个全都是女神 李亚鹏当初进娱乐圈 就是因为一段奇妙的缘分 陪伴初恋女友 留演考中戏 误打误撞被选上 和陈建兵王学兵成了同班同学 很快李亚鹏的女友成了身材火辣 又美貌的超模曲颖 虽然曲颖如今少有营业 却是在90年代 实打实的红人 连张艺谋想要找一位高冷美女的时候 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她 成就了傲气又时髦的安红 不久以后 李亚鹏拍摄《射雕英雄传》 与周迅因戏生情 曲颖在探班时得知了这一消息 很潇洒的选择了分手 周迅和李亚鹏的恋情 原本也是圈内的一段佳话 从戏里的荣儿进哥哥 到戏外的模范情侣 两个人都实实在在的爱了一回 不过 当周迅表示想结婚时 李亚鹏却以自己还在事业上升期 想要继续拼一下事业拒绝了 伤心透顶的周迅选择了分手 辛勤苦闷的李亚鹏 业余时间加入了 纳英的六年一班麻将圈 还在其中和枉飞相识 但是情场得意的同时 职场可就失意了 李亚鹏向来没有生意头脑 他本人也承认了自己的公司 近六年都没有进账 话说如果他能一直在影视圈深根 可能结局会比现在好得多吧